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跟香港一样 只剩当地的雇员来协助运作 或者考虑直接撤管 联合报提到了 近年多个地方县市 因为执行敬劳礼金 生育补助等非法定设付支出 遭到中央扣除了补助款 而遭扣款的县市多喊不平 而且多数强调会继续执行相关的社福预算 看完报纸重点来关心 国内十月电价涨不涨 将在九月开电价费率审议会来讨论 如果行政院拨补台电千亿的预算 在立法院通过 十月电价就渴望动涨 不过如果预算没有到位 用电量较大的制造业 十月电价可能再调涨一成 国内电价从四月开始 包含家庭小商家还有工业用户 全面调涨电价 涨幅约百分之十一 眼看九月又要再开电价费率审议会 讨论十月起电价 各界关心电价是否在走 据了解十月电价 如果台电有获得政院千亿元 预算补助 十月电价可能动涨 但像是空除食品加工相关 光学材料及原件制造业 这些部分制造业的电价 如果用电量成长 传出将会补涨电价 不过如果台电没有获得 政院千亿预算补助 十月电价就得再涨 传出可能会涨百分之十以上 同期台电今年上半年税前亏损六百零二亿元 但七月应实施下月电价转亏为盈 政院是否拨补预算 攸关台电亏损 行政院回应二十二号会开行政院会 看追加预算是否能获得立法院通过 预期应该没有悬念顺利通过 最近有游客入住台南某网美民宿 不过实际到了现场 却发现房间不仅灰尘多 霉味重 预测也多处发霉 气得上网抱怨图文不符 跟宣传照片差很大 业者出面致歉 表示后续会加强检查并且感进 管理局则是提醒 如果民众发现业者会依法维护旅宿环境 可以向市府来检举开发 预测天花板墙角布满发霉痕迹 床顶刷网全是灰尘 有游客九号花两千多 入住台南中西区某民宿的四人房 进房却发现霉味很重 预测有多处发霉痕迹 白饰也全是灰尘 气得上网抱怨 跟宣传照片落差太大 民众认为卫生会影响入住意愿 该民宿是小有名气的网美民宿 业者十一号出面致歉 坦言是房间潮湿导致发霉 会检查并改善 旅宿房间卫生不佳扫了游信 台南市府表示依民宿管理办法 业者有义务维护旅宿环境整洁 遇到类似状况可向市府检举 官旅局也会不定期稽查 民宿 均会办理定期及不定期的联合稽查 如有违反相关法令规定 则要求限期改善 如未限期改善者 则依发展官方条例予以开单高发 若检举市府提醒 若旅客因此与业者产生退房等消费纠纷 也可拍照搜证后向消保官申诉 由消保官协助双方协商 记者温正恒 陈欢与陈显坤台南报导 在台南有家长在十号晚间 在孩子停等红灯的时候 突然把孩子给拉下车 放孩子坐在路边 而高雄上个月底 也有家长因为孩子贪玩 不想回家 把孩子赶下车 而副团体就提醒 类似的不正当管教 恐怕会造成孩子长期的心理阴影 七机车十号晚间在路口停等红灯 一名机车骑士 却突然将车上幼童赶下车 放孩子坐在路边 警方表示丢包行为 恐怕違反儿哨法 及少年福利及全力保障法 第四十九条规定 民众有发现相关状况 請及时拨打报案电话 一一零 事发车来人往的台南东门路 三段跟中华东路二段路口 不仅嚇到孩子 還可能出现安全问题 让民众难以认同管教方式 但这并非近期第一起家长管教争议 高雄上个月底 也有孩子为了抓宝可梦 不想回家 气得家长将孩子赶下车 做事要丢下不管 而副团体认为父母情绪失控 而出现不正当对待 也许当下能嚇阻孩子 却可能造成长期阴影及影响 有人将情绪发泄在孩子身上 也有人一时好玩 带孩子做出危险驾驶动作 警方及俄夫团体提醒家长 注意管教界限 以免触法并影响孩子的心理 及健康发展 记者陈淮与陈显坤 台南高雄报导 暑假除了带孩子出去玩 也可以参加营队来学手语 台湾文学馆近日举办了一场 为期三天的台湾手语夏令营 希望来参加的同学们 透过台湾手语的独特视角 不仅能够探索 丰富有趣的儿童文学内容 还能深化手语的应用与学习 抓到我要来抓大花猫 龙老师鸿文广看吴雅丽 用表演将儿童文学作品 老鼠抓大花猫的内容 呈现出来 台下的小朋友也看得很开心 看到表演老鼠的为了找猫 去墙上挖洞被压死 反而被猫吃了觉得很好笑 这本来是一首诗 我在想孩子看了以后 要如何理解知道里面的画面故事 所以我就把内容转成手语 用手语来表演 这是台湾文学馆 举办的为期三天的台湾手语夏令营 国小三年级到国中一年级 有八名听障学生 十六名听人学生一起参加 由龙老师笔手语搭配翻译员的口译 让大家可以同时体验到台湾手语和文学之美 除了亲师也透过糖分和盐分 这样生活化的角度来认识文学 先设计图卡认识不同的糖 教大家笔这些手语 让孩子知道糖是如何制成的 大家看懂之后再问他们 就会回答的比较快 导览结束最后大家还一起动手做蜜件 做法就是番茄筛入蜜件 然后放着 藉由做蜜件的这个过程 其实也可以复习刚刚学习到的 这样子的一个手语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手语 已经经验非常的互动 那结合感官结合文学相当的有趣 在三天的活动中 隆听学生学习如何彼此相处 他们笔的一些手语我看不懂 我会跟一些老师叫他们帮我翻译 台湾文学馆表示 为了推动文化平权 以及让台湾手语向下扎根 所以从2022年起 每年暑假都会举办 希望让更多隆听学生 可以一同来交流学习 记者牛宣文王新忠台南报导 来关心天气 接着提供您各地的气象资料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公事手语新闻 我是王小叔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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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